- 欢迎来到萨萨手作,我是莎莎 有follow我的IG的人呢 就知道我在三个礼拜跟家人去了一趟名古屋 这是我们家族的第一次旅行 算是第一次出国 所以呢,我特别的紧张 因为他们要自由行,不是更坦 这趟旅途中呢 主要就是以我爸妈想要去的景点为主 跟想要吃的东西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安排什么文具店的行程 都是刚好看到,然后去逛逛买的 我本来以为不会买到可以拍成一集影片 但没想到好像还是蛮好买的 所以呢,我们就马上来开箱一下 我在这趟名古屋旅行所买的东西吧 Go 好,那首先第一样呢,就是这个 登登 这是我在名古屋城里面看到的 超级可爱 而且他古穿子宫的 马上我看到就三个全拿 我本来想说是不是中间这个不要啊什么的 没有,就是全包 然后呢,他这个感觉是在 名古屋城里面才限定贩售的 我觉得啦 因为在其他地方我好像都没有看到 然后这边有 特别写 名古屋城本丸玉店竹林爆湖图 就是感觉在里面限定才买的到 你要进去才可以买到 我觉得很值得 因为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去 然后会不会再遇到 所以这次呢 就是其他的摆饰类我就觉得还好 这个就一定得买啦 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 应该是信封袋 然后他是招财猫 有三个小信封袋 是招财猫的 觉得很可爱 所以在名古屋城里面 我就成功的捕获 这些小文具们 再来呢 是要去公穿招式的路上 过了一个小桥 然后发现了一个超可爱的文具店牌子 然后我就觉得不行一定要找到他 然后进去逛逛 从外观看起来也太美了 搭配这个雪景的画面 完全就是欲罢不能 所以呢 我在里面呢 就随便买一买 然后就不小心免税啦 我们就继续来看看吧 首先呢 是这个墨水 他是富士山的 然后他小小的一瓶 非常可爱 店里面呢 也有四色 帮大家看看 哪一个颜色是你喜欢的 然后他们的盒子做的超贴心 可以这样子 不会让你很难拿 从下面这边push push here 推出来 就可以成功拿出来了 然后我买的呢 是这个蝉的颜色 它的颜色是有一点咖啡 那个系列的 然后上面有一个富士山在上面 那想要看实际四色的话呢 我在手帐上都会实际更新写给大家看看 所以在这边呢 我就不打开了 好 那就是这瓶墨水 是第一样东西 那有墨水当然要有钢笔啦 钢笔呢 是我之前很想要买的限定色 但是 之前好像在犹豫还干嘛 然后它就找不到了 然后在这里看到 我就觉得不行 一定要购入 这个是2021年的限定色 它有这个墨绿色跟橘色 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墨浴色 然后这个呢 是EF间的 最细的一个 然后我搭配这个墨水 在手帐里面更新给大家看 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那边看 试色跟写起来的样子 好 那再来呢 在文具店呢 我也有转一个扭蛋 那扭蛋的部分呢 就是肉有介绍过的 肩胃理想所推出的文具扭蛋 然后呢 它这次有很多种类 然后我扭到的是这个荧光笔 Tumbo的荧光笔 虽然我想要黄色的 荧光黄 没有很想要粉红色 但是粉红色还是蛮可爱的 我最想要的呢 就是那一个圆龜 这次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做荧光笔的机器吧 好 它不能打开 它就这样 然后把这个串起来 那它制作方法呢 应该就是像它这样子 把笔插进去 然后那个里面的墨水 就会跟着它的那个荧光笔海面 往上吸 那整支就做好了 很酷 而且它这个是贴纸耶 它这张是贴纸 它一定知道是我们会把这些东西贴到手帐上 所以 就做了一张贴纸 超级贴心 但是贴纸 然后我们把这个先装上去 这个文具系列扭蛋 我已经扭到第六蛋了 第六蛋现在好像是最新的 前面五蛋我都每一个都有扭过一个 这个 这样子就做好啦 下一个呢 是这个 这个我单纯就是看到它盒子 觉得很喜欢 然后我那时候没有看到它里面到底装什么 然后结果它里面装的是橡皮筋 我觉得超好笑 但是它也不影响 就是因为装橡皮筋我就不买了 我就 还是把它带回来了呢 然后我就把它打开来 让大家看一下吧 这是我看过最好笑的盒子 它里面居然是装橡皮筋 高级橡皮筋 里面全部都是绿色的 日本橡皮筋 我觉得很荒悠 但是很好笑 那这个小盒子呢 之后可能会来装贴纸什么的 橡皮筋呢 我们就另外放别的地方吧 接下来呢 我买了一卷大人的图鉴纸胶带 以往我都只有看到它一整张的那种贴纸 但是这一次呢 我就看到了纸胶带 所以呢 就特别买下来了 那因为我们有去那个 明花枝里看那个灯式 然后它有一个金字塔的灯光秀 里面呢就有这一支 然后跟其他的也都有 所以我想说可以来装饰一下 在那天去的手杖 所以呢我就觉得一定要买一卷这个 这个呢在很久之前好像就有看过 只是因为这一次的旅行 特别有看到这个元素在里面 所以就觉得应该要带一卷这个回家 然后呢那个金字塔就是各种埃及阿阿拉丁阿那些 各种的角色在里面 形成了一个灯光秀 很酷 好 那这个呢 一样就是实际的装饰阿 贴法什么的 我就一起在手杖里面更新 如果大家想要去看我每天的 明古屋手杖连载 可以去我的IG看看 接下来呢我买了两张贴纸 这个呢一看就知道是田村美记的风格 那因为这个好像没有很常看到它 所以在那边看到是呀 最后一张我就先买了 那另外这个呢是日本的城篇 就是各种城堡的样子 然后想说这次在明古屋城有去到 所以呢可以贴一个 其他的呢我们就等去到全部收集好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张贴纸用完 这是目标啦 但我不知道会不会达成 但是呢就是买了两张贴纸 然后呢我还买了两个这个 本来这个黄色的要给二日的 结果呢我跟他讲的时候 他居然说他已经有一个了 我觉得很好笑 居然重复了 我想说这个黄黄的迷你可爱小东西 已经是他想要的 结果他已经有了 所以这个呢我应该会抽奖送出去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可以再follow一下我的IG 如果关心到这篇手杖的时候 应该会把这个抽奖送出去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自己留着用的 我本来想说可以跟他背个情侣包这样 虽然他已经有一个也是可以跟我背情侣包 好那就是这样子 这两个小费物 然后这家文具店很可爱的是 他们在消费完之后呢 可能是因为有免税的关系 还是达到他们一定的金额 虽然我不知道金额多少钱 他们就送了一个他们的小礼物 是一支绿色的荧光笔 然后还有印有他们店的logo 超可爱 我觉得这个最具有纪念价值 因为只要你去了一家很特别的文具店 即使这个笔啊或是什么赠品 不是你平常习惯用 但还是很开心可以收到 然后呢他这个荧光比较特别的是 他是叉叉笔大家有发现吗 他后面是一个叉叉笔的头 然后他可以画完之后把它擦掉 像这样子 然后你觉得你画错了或是怎么样了 你可以把它复原 这样就不见了 超厉害 然后呢这个是他们文具店的地址 然后跟他们的IG 大家如果有去名古屋的话 一定要去这边 好那就是这家文具店买的东西 再来呢是去衣室神宫买的御守 这个呢就是开运的御守 然后我买的是白色的 觉得很漂亮 而且他的形状造型 跟一般拿到的御守不一样 不是厂方型的 他是一个特别的这个 就是一个形状 然后铃铛也蛮特别的 有特别制作过他们的logo在上面 很漂亮 就这样 接下来呢是这个 Snooby茶屋衣室店 这个衣室店呢在 衣室神宫外面的商店街 出来逛逛就可以轻易的找到 超明显超可爱 店内的东西呢 逛完就让人舍不得出去 想要住在里面的感觉 超好逛 然后呢我上次有买了一些明星片 这次又再买了一些 几乎呢都是虎视托的 超可爱 这张呢我最喜欢 然后应该有他们新的吧 记得我上次没有买过这张 大概就是补了一些上次写出去的啊 然后又补了一些 我可能觉得我没有的 但说不定我已经有了 反正就是再看看 重复的话呢就会写出去 然后衣室神宫里面呢 还有限定的纸胶带 还有包包啊 各种小东西 那我这一次呢 就帮大家选了五卷 登登 蓝色的 他的纸胶带限定是蓝色的 而且还是衣室店限定 意思就是茶屋限定里面的衣室店限定 其他的茶屋是没有的 只有自家店里有 所以呢我就帮大家选了五卷 一卷是我自己可以开箱给大家看看 然后五卷呢就是会包成小礼包 然后在虾皮上架 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去看看 我会在这支影片发布之后 然后上架虾皮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去看看 那卖完就完售这样子 这是一个小小的心意给大家 然后这一卷呢也是在茶屋里面买的 还有这个 这个热气球是刚刚有看到的 超级可爱 那一样详细贴的效果呢 我就给大家去我的IG手上看看 就是这一集纯粹开箱我买的哪些东西 这样子 好 那再来呢 是逛一些百货公司啊 什么的 刚好意外看到文具的摊位 买的一些小文具们 首先呢是这个便签 他是 HITOTOKI的 然后 他可以贴在各种不同的地方 像是便利贴这样子的感觉 然后上面都有写size 然后多少磅数啊 多少张 这样子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 这个是要给二日的 因为那个包包重复了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牙齿 他一定没有 对吧 然后他呢 其实还有各种不同的器官 我觉得蛮好笑的 有胃啊 然后就是大脑啊 然后这个不知道是什么 心脏啊肝脏啊 大肠这样 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这个吧 然后再来是这个 刚好看到的猫咪贴纸 可以贴在 的手帐里面 这就是随便逛逛路过的时候 刚好看到文具挺下来买的 好 那再来是这个 在逛衣室商店街的时候啊 除了Snooby茶屋 另外也有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店 然后呢 我唯一看到有一个在卖 比较类似纸胶袋的东西 就只有这一家 就买了四卷 感觉是很具有日本风格的 然后他还给我这个小袋子 他给了我四个小袋子 跟四个贴纸 超级贴型 他们就是觉得你每一个都会送出去 所以每一个呢 都给你一个独立的包装 让你可以自己回家包 这样 好然后他们纸胶袋用的纸 是有缠染纸 也是日本很有名的盒纸之一 就觉得一定很棒 好然后打开来看看 他一卷其实没有很大卷 因为他就这样子而已 有点像是一卷小贴纸的感觉 里面是长这样 然后纸质蛮厚的 这样一长天 这是其中一个图案 然后剩下我就不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图案花纹 详细的部分呢 一样在手帐里面见啰 这个是这样子的花花 然后这个是辣椒 这个辣椒无敌可爱 还有红辣椒跟金辣椒 这贴起来一定很棒 然后再来是这个叶子 有点橘子花的那个感觉 好这就是在这边买的四个盒纸 那最后一家呢 是我们在日本住的最后一个晚上 的百货公司里面看到的 然后一样是一个文具街 我买了三支Post卡 这个呢是那个一组里面没有的颜色 我就补了单支 然后这是橘色的 这是金色 跟咖啡色 因为我之前本来想说要画三花 结果我没有咖啡色跟橘色 然后再来呢是一些小贴纸 这个有两包就是一个要给别人的 然后里面呢 看看这个就知道要给谁了吧 有爆米花啊 然后店员票券 很可爱呢 然后还有十种 一种有四张 总共有四十张 那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厨房系列的 有蛋啊 果汁 蔬果 一些 意大利面 餐具等等 好 然后再来呢 我买了三本 这个小便条纸 这个是毛毛虫 很有名的毛毛虫 但它实在是太可爱 我之前好像没有收集过它的东西 让我看到的时候都会多瞄两眼 然后这个是阿佛 阿佛超可爱 然后因为它的这个图案都是满版的 我就觉得可以当贴纸一起使用 这个也超可爱 可以在这里写个什么 然后北极熊 这些动物也都被画的好可爱 所以呢 就一定得带回家啦 接下来是这个 新的果汁笔 那这次的主题呢 是马戏团 然后它有分太阳的 跟月夜的 然后有分两种不同的色系 它们的盒子做的好可爱 好 那就马上来打开给大家看看 这系列呢 总共有六支 然后三支包成一个色系 所以如果想要买单支单支的话也可以 那三支三支买也可以 然后我是全部六支一起买的组合 全部的样子长这样 然后这次的笔感是透明 有点白色雾面的感觉 非常的漂亮 然后它的色系的种类呢 就是橘色 黄色 然后跟这个紫色 这样子红色的色系 然后蓝色色系就是紫色绿色跟深蓝色这样 然后大家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颜色购买 那我在现场试色后是发现 本来是想要买蓝色系 因为红色系想要用太到的颜色 但是写完之后发现 不行啊 这个不全包对不起自己 所以呢 就全部给它拿下来了 然后我现在就来试色 全部给大家看看 它本来的颜色真的比我想象中 还要再鲜艳 然后好看一点 好 那我们就先来试红色系列的 首先最惊艳的就是这个黄色 我本来以为它会很金 然后看不到 所以它写完的效果呢 就是这样子 就是黄色 它还是有一点珠光的感觉 然后里面都是有亮粉的 所以你写起来就是会有亮亮的感觉 这个黄色比我想象中还要再深一点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轻松的购入 再来是橘色 它的色系都偏大人色系一点 它的橘色也没有很亮的那种橘色 是一个比较沉稳的橘色 再来是粉紫色吧 有点偏紫色 就写紫色好了 这样 这就是黄色的系列 整个表现得蛮好的 然后再来是蓝色系 第一个是这个深紫色 它其实也没有很深紫色 就是不同系列的紫色 比这个还要再深一点 然后再来这个是绿色 然后再来这个是绿色 最后呢这个是有点蓝绿蓝绿的颜色 最后呢这个是有点蓝绿蓝绿的颜色 好那这里呢就是全部的四色 看你选择要单只买 还是包全套 或是三只三只这样子 都可以 应该在不久之后 台湾就会有了 所以大家可以再等等看 觉得这一套蛮好的 然后最后一个我要跟你们介绍的是 零食的部分普普通通 就是大家都会去日本买那些 然后我在那个买货公司 居然看到了这个 小魔女Doremi的食谱巧克力 它本来有那个波龙的变身盒 但是卖完了 所以我只好卖了这个 超级可爱 我才不管里面是什么东西 我就只想要这个盒子 好然后我们先打开来给大家看看 这个Doremi粉丝看到真的会疯掉 我在那里住主了好久 想说是不是要全卖 因为还有其他的盒子 我就觉得好喜欢喔 然后呢它里面是巧克力 这样呢 到底这谁舍了吃 我就问 怎么这么可爱 好然后这个感觉是要马上吃 因为它没有包装 所以应该要冰到冰箱里 这个应该也是 然后这些呢 应该就是可以送人的 刚好有五个耶 所以你们的那个大礼包里面 应该会各有一个小色 我随便放 就一起给你们吃啦 希望你们会喜欢 然后这盒子真的是超多吉 五提包 超可爱 好那以上呢 就是这次名古屋的文具们 跟小废屋的开箱 希望你们还看着喜欢 这次的东西呢 我也想跟大家一起分享 所以呢我随机的包成五份小礼物 在虾皮上架了 用甜甜架就可以了 就可以买到它 我就会把它连结放在下面的说明栏 五份卖完就没有啰 就是这次的 Omiyage 那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个影片 今年新的一年也请大家多指教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